大家好,新年又到了 祝大家肚年身體健康、開心快樂 中國興旺發達 國家好,香港做的好 世界各地的華人心情都會好些 新年說中國的未來,世界的未來 1月18日,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 結出研究員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海錫說 今後世界不再由西方國家佔主導 而是步入以中國為首的亞洲時代 新加坡銀行當日在新加坡賓海灣金沙會議中心 舉行2023年指望論壇,馬開錫受邀出席 他認為西方主導世界歷史的時代已經步入尾聲 但是西方國家仍然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他舉例說,亞洲是世界成長最快的經濟體 但是世界上主要的金融機構 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最高負責人必須是歐洲人 世界銀行必須是美國人 而有40億人口的亞洲就沒有當選的資格 在演講中,馬開錫提到 未來將會是一個新的CIA時代 他說的CIA不是指美國的中情局 而是指中國、中國、印度、印度、印度和東盟 他說在俄烏衝突的背影之下 亞洲大國和東盟在維持和平和創造經濟上 都取得不差的成績 馬開錫還說中國和美國正是指有史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競賽 美國已經意識到它會只有10年的時間 來阻止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馬開錫早在2017年1月首次提到CIA國家這個說法 他當時在今天印度上讚文說 印度有機會即身成為CIA大國的一員 C是指中國、I是指印度 當時的A指的還是美國、美國 去年8月馬開錫在新加坡資產管理公司 舉辦的網上研討會上面說 今後世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將會是中國、印度和東盟 即是新的CIA國家 它的A已經由美國變成東盟 起營18年美國向中國開打貿易戰之後 中國將貿易重點轉向東盟 如今東盟已經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東盟10國人口6.6億 但在印尼一個國家已經有2.7億人 以東盟一個整體計等於一個大國 東盟和中國發展更緊硬的經濟關係之後 經濟發展正在提速 馬開錫這個CIA國家主導未來世界的說法很有意思 當我同樣受邀主說的還有中國經濟學家李杜葵 他說在未來18個月 中美關係將會在受控制的範圍之內 中國官方非常務實 而未來總統拜登現在領導的團隊 比特朗普團隊專業一些 所以至少在下一屆 未來總統大選之前 中美兩個關係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李杜葵認為 就在某些領域而言 中美在未來兩年不會發生重大衝突 因為現在的美國政府知道 如果不和中國保持良好貿易關係 中國很難抑制美國的通脹 在醫療物資、醫療器材等供應上 也很難有保障 可以簡單地總結 雖然美國在科技等領域打壓中國 但中國正爭取時間突圍而出 可以想像 不用十年 七年之後 去到2030年 中國會在方方面面 主導世界 很多領域 另外可以講一下中國的教育 以及對小孩的培養 而且還是有一個美國媽媽的角度去講 《美國紐約郵報》1月18日 有一位美國媽媽希瑟海伊 寫著一篇向中國致敬的文章 標題是 中國幫助撫養我的美國孩子 結果證明他們都很好 兩年前疫情輸入全球的時候 希瑟在網上看到一個美國婦女的照片 她穿著一件T恤寫著 我拒絕和美國政府共同撫養子女 她認為美國政府要求在學校裡面 戴口罩是過度干預 希瑟看完之後不敢笑了出來 她說她自己中國生活的小孩 就是和中國政府共同撫養的 而且養得很好 希瑟在她生活了16年 養大兩個年幼的女兒 但由於她自己爸爸媽媽 日益年老體衰 和內地當時的清零政策 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這位市場設計師 結果被迫搬回美國 但現在她說 她非常想念中國為她家人所做的事 她說我們一家回到一個分裂的美國 很多人認為美國政府在我們生活中毫無地位 她感嘆地說 在這個時候我就發現自己想念中國了 在2006年的時候 池壯設計師希瑟 她說服自己的丈夫喬治 放棄美國的工作 和她一起搬到上海做事 一年之後 他們在上海圖書館附近 擁有了一套135平方米的公寓 即是大約1300呎的公寓 從那時候開始 一家人就一直住在那裡 住了16年 希瑟說她有了小孩的時候 作為愛國人 她不得不接受 她帶著那個肚子 就成為社區資產的現實 她受到很多不請自來對她的肚苦摸 以及行人的評論 很多人還說她懷的是男孩 去到餐館的時候 就拒絕為她提供凍飲 每次她想喝凍拿鐵咖啡的時候 都很怕聽到很多適應的勞騷 她們經常伴隨著暖心的微笑 2008年和2010年 她在上海生了兩個健康的女兒 並且面臨所有中國外籍父母的抉擇 究竟是就讀國際學校 還是當地學校 她在權衡利弊之後 決心冒險一試 放她的女兒去本地學校讀書 很快她就感受到 嚴格的共同撫養體系 她的女兒所在的當地幼兒園 循循教誨 每天上午 學生都整齊列隊做粗 唱國歌 升國旗 教室的窗戶 經常保持打開 以增加空氣流通 防止全部的疾病 她說 中國的幼兒園 教了小孩一切的東西 包括她的女兒 應該睡幾個小時 她們應該吃什麼 以及她們最佳體重是多重 氣勢有時甚至覺得 自己一個小孩是借來的 但是她很快就看到這種安排的好處 對中國這種嚴格的共同撫養體系 她評價甚高 她用意情揚日感 介紹中國是怎麼教導她的女兒 做家庭作業的 她們成績不要 會用老師和同學失望的恥辱 足以點燃這兩個小孩 對學習的熱情 她們兩女 有時還會擔心 跟不上同齡同學的步伐 並且對爸爸媽媽 沒有更早為她們補習數學 而感到失望 中國無時不在的警察 和嚴格的審查制度 令她的孩子更加安全 她說 起中國養小孩 有一個額外的加分項目 就是嚴格的審查制度 這個導致中國有一個對兒童友好的互聯網 這個國家對小孩和年輕人 可以花多少時間上網玩 亦都在網上遊戲設置了限制 希實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美國反對嚴密的監控 這些監控在中國 反而導致中國有美國所未見的自由 暴力犯罪和人身安全問題 起終是幾乎消除 而美國就不是這樣了 她們的小孩從11歲開始 就在上海這個擁有2600萬人口的城市裡 自己去坐地鐵了 無事不在 相當友善 但又手無寸子的警察 起到維持秩序 街道每個角落的陸地都保持完美無瑕 公民的自豪感顯而易見 氣勢文章的最後就講到 希望美國能夠和中國 學習多些這些優點 她說 對我們來說 從來沒有被現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可以互相學習 並且在街道 國家和世界之間建立新的橋樑 關注共同的利益 是她在美國和中國尋求的基本價值觀 最後 希斯也都回應了外界對中國的諸多批評 雖然美國的批評家對中國的指責 不可能全部都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她的家人 喜中國的經歷就告訴他們 沉沉在日常問題 有不同答案的文化裡面 會改變一個人看世界的方式 看完這個美國媽媽的文章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一個美國媽媽說中國教育怎樣好 的確比較有說服力 第二 正如希斯所說 中國嚴格的審查制度 令她的小孩更加安全 沒有反對嚴密的監控 但是喜中國 反而帶來沒有所未有的出行自由 因為已經消除了大部分的暴力犯罪和人生安全問題 最後的結論是 美國制度並非至高無上 另外在石榴台的時貝評 我會講到西偉有研究發現 染疫加上打了疫苗 防重症和防死亡可以長達12個月 另外也講一下日本防疫搖擺不定 它現在開始出現驚人的死亡數據 但是日本政府又想在3月 將新冠降為流感全面開放 歡迎到石榴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榴台 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榴台新節目 十分鐘看中國 每日用十分鐘告訴大家 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日抽十分鐘 看石榴台新節目 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榴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瀏覽石榴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